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余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 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 送我求求你 别让我离开你 除了你我不能感到一丝丝情 大家好 我是朗格拉姆 因为邓丽君 我学会了中文 希望我的歌声能给大家带来快乐回忆 谢谢 欢迎朗格拉姆 来 有请 你刚才说你因为邓丽君学会了中文 是 显然那就不是中国人 我是泰国人 现在在泰国还是在中国 我现在在北京念事 一旦国内歌唱选秀节目 让这位少女走进了大众的视野 她就是来自泰国的朗格拉姆 由于她的声线和形象 与著名歌手邓丽君十分相似 所以被人称为泰国小邓丽君 朗格拉姆 1999年4月30号 出生于泰国甘烹壁府西瓜河村 七岁时 一句中文不会的她 机缘巧合 听到了邓丽君的歌声 从此与邓丽君结缘 冥冥之中 也是邓丽君的歌声 将她带到了中国 我总仔细看拉姆 我觉得她跟邓丽君小姐 某些地方是有点像的 长的 让我看看照片吧 来吧 像不像 16岁的时候 像吧 像 哇 我觉得她那个眼神呀 特别的神似 特别神似 你现在会唱邓丽君多少歌啊 没有数过 其实基本上都差不多吧 那邓丽君能唱国语 能唱日语 能唱粤语 能唱英语 是 你都行吗 可以的 现场观众想听她唱什么 漫步人生路 谢谢 来一段 好 来一段 好 目标 想去学中文的 肯定没有 你看 邓丽君的歌声可以影响一个年轻人的命运 作为音乐家那个王建石老师 当年邓丽君的歌声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啊 应该说邓丽君小姐的歌声对我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还记得1979年的时候 那时候我已经到了中国电影团做一名歌唱演员 突然有一天下午啊 我来到团里听见了一个声音 沙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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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 邓丽君小姐唱的歌 然后整整听了一下午 真是听不够 我从邓丽君小姐的身上 学到了很多 新的歌唱的一种方法 将来对我后来的歌唱的道路 真的是影响非常大 是吧 王老师 跟拉姆合作一首杯 大家掌声欢迎好不好 好好 来 有请 我阵纯年盛起 暮色朝大地 想问阵纯年盛起 你要去哪里 夕阳有时尽 黄昏有华影 是清华影 虽然美丽 我心中只有你 你在中国有粉丝吗 一定有吧 有的 因为2015年的时候 去参加了一个节目 对 所以那个节目就要 让大家认识了我 熟悉了你 对 你主要也是演唱邓丽君的歌 是吗 对 他们都 就看到我就想到邓丽君 那样的 那他们都向你做了一些 什么样的表达 刚来中国的时候 每个星期六会去邓丽君餐厅唱歌 对 然后就是年纪最小的 今年才有七岁吧 一个小孩子 从他不会写字 到现在会写字了 其实那时候他很喜欢我 然后呢 就很晚了 我九点才唱完 他就睡在小发上 他就等着我 我就说 阿姨就跟他家长 说阿姨 我想再去看那个姐姐 唱歌 我到现在 去到哪里 他就会跟着家长一起去 然后也会给我画画 我就觉得很开心 邓丽君的粉丝 不一定是我的粉丝 但是我的粉丝 肯定是邓丽君的粉丝 在中国的日子里 朗嘎拉姆不仅收获了 万千中国歌迷的喜爱和真情 同时也收获了无数泰国 以及海外华人歌迷的拥戴 朗嘎拉姆这个泰国女孩 用音乐在中国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在中国生活了几年之后 你对中华文化的理解这一部分 有什么样的心得吗 来到中国以后就感觉 跟我家乡很不同 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国家 还有人情特别热情 我觉得中国的观众特别热情 好吧 那你今天来到我们中华情的舞台 你要唱歌给谁听呢 这首歌送给粉丝们吧 好 中华情心动舞台就在这 请您走上去来 请您的一期 letting us know 送你送到小村外 有句话要交代 虽然已经是百花调 路边的烟火 你不要惨 记着我的情 记着我的爱 记着有我天天在等待 我在等着你回来 千万不要把我来往回 小城故事多安 充满喜和乐 若是一道小城来 收获特别短 太迷在说一说 小城故事真不错 请你的朋友 又一起来 小城来做客 小城来做客 天明 你笑的天明 好想花儿开在春风里 开在春风里 在哪里 在哪里见过你 你的笑容这样深信 我已是想不起 谁 还在梦里 谢谢拉姆的演唱 能不能打动现场的观众 来看一下新动之术 来 祝贺拉姆 愿你在中国生活越来越快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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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